有离岛中的离岛之称的乌秋 因为岛上建设还有生活机能不足 大部分的乌秋乡人只能到台湾本岛谋生 而隶属金门管辖的乌秋 十年前政府有意帮小秋村整建围楼 村民因此跨海来金门寄居 只是十年过去了 这对老夫妻还是寄居在金门 这一次我们就来看一看乌秋村民在金门的生活 来了九年多了快到十年了 九年多了 还习惯吗 习惯可以啊 住在这边终于比乌秋还好啊 平常在这边做什么 我们自己炖菜也没做什么 自己做你自己吃啊 乌秋哪边有什么有 高低不平什么东西都不方便 我们还是小秋不是大秋 大秋从靠他就跑上去 我们小秋还是坐小艇 还是到家里去 那个厕所一个都没有 这对乌秋小秋村的夫妻俩 现在就住在西边的临时安置所 看起来简陋的住所 但对这对夫妻还有临时到金门的乌秋居民 却是他们安身的处所 讲到乌秋和离乡背景到金门生活 言谈中是充满无奈 魂子破了要倒下来 政府要修理没有修理 叫我们办这个地方来 啊来先住 我修理好了 你就回去 已经九年都还动都不动 我们不知道住在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 要先回去 没魂子啊 没有魂子啊 那厕所也没有啊 什么东西都不方便 帮助我们那个电视 跟热水器 他叫你们自己去买的 就我们自己买的 我们过过我们自己去买的 他也要求的 先公司也不补住 我们啊 还没有赞助我们的 要求什么东西 而在这里安置住了快十年的 这对夫妻 在曾文德阿伯的耕耘之下 锁内旁边一处空地 成了两人的菜园 平时就种种菜 浇浇水 自给自足 对于生活机能和就医的方便性 清门是比乌秋好太多 但是落叶终是要归根 只是不知道 他们能不能等到那天的到来 十年前因为围楼 而前来金门居住的大概有三到四户 但目前常住的仅剩下这一对老夫妻 以及临时来金门工作 来来去去的年轻人 现在离乡背景的他们 因为位处太远 乌秋乡公所照顾不到 只能盼望县府 能够重视跟关怀他们 现在真正住下比较常住的大概 就是这一对老夫妇 还有一些年轻人 有时偶尔来工作 或什么来这边走走看看进出 这样子 那目前现象就是 整个东西就是他好像属于 这个管理上还是属于 应该是乌秋乡公所在 可是就他们来讲就是 没有人来关注这个地方 就让他自生自灭 这里是水电的部分是住户在这边 虽然是机关用地可是水电的部分 还是由那个住在里面的人去分摊 去分摊 对外的交通上不便 可是因为西边这边本来就是边垂地带 边垂地带 所以他们进出的话就是要靠 要靠搭公车 搭公车进出 我是想说如果可以 其实老人家案底 你要申请就医什么 是不是县政府或是镇 有个人专线电话 如果需要 会带他们去做就医或什么的东西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其实举手之劳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边维护上的问题 就是就乌丘乡来讲 他本身经费结局 然后他也不见得常出现在这里 有一些东西是不是县政府 就近这县住户这几家 可以就近照顾 其实只要花点小钱 就达到很大的效益 也表达一下县政府对这边的关心 有家可归 谁愿意流落异乡呢 金门人也是如此 但这就是离岛人的宿命 更何况是离岛中的离岛 乌秋小秋春呢 访谈中 这对夫妻虽然没有所求 但可以听得出 有家归不得的种种无奈 对夫妻虽然没有所求